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立刻出发,我是小马 今天带大家逛逛我们生活的城市杭州 然后带大家看看在网络上热门的大卡圣地和大卡美食 是否值得期待 那我们的频道是一个分享吃喝玩乐旅游美食的频道 那如果你也和我们有同样的爱好或者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了,今天我们会让旅游APP的排名推荐来安排一天的行程 那其实现在已经是中午了 那我们就从中看开始吧 其实杭州是个南方城市 但是杭州人民对面条有着独特的热爱 那就让我们从一碗面条开始吧 那我现在来搜一下 然后大众上面的美食排行榜 然后面条排行榜 排行第一的是个方老大面 然后我们现在导航去方老大面 走了,出发 就是你这么说吃烤的 这边也要做到了 就像游厨之一般 那我们也要做了 而是你这个地方 有很多人 就像就是你家人 那样,你找了 地木,我的地木 而且是你现在还没找到 小吃 叮咖叫做 此处 这么快 即可 叮咖叫做 然后这个面花了52块钱 确实不便宜 然后排队是刚刚是2点20对吧 那现在是3点04分 然后买完了先来尝一下吧 上面这个是一块红烧肉 然后里面的是猪肝 这个叫猪肝番茄拌船 颜色看着挺好的 这个看着就超级有食欲 它里面有猪肝 然后这个是一大块的红烧肉 还有肉丝 然后这个是豆干 然后里面去里面去还放有鸡蛋 还有鸡蛋 哇超鲜啊这个 这个不愧值得等40分钟吃这个面 真的超级好吃 而且它的口味嗯 比较稍微的有一点点重 然后比较适合重口味的朋友 然后可以过来吃这个 嗯 哇这个猪肝真的超级好吃 嗯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 然后现在准备去杭州的最热门景点逛一下 那么杭州最热门的景点 无疑就是西湖了 Let's go 出发啦 出发啦 其实这边走的前面就到西湖了 那平时这边人是超级多的 年轻人比较聚集的地方 那今天因为是周二 其实我们平时逛西湖也逛的比较多 然后每次有的时候吃完饭的时候也会转一转 但是呢 然后每次逛西湖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然后呃 你像今天这个人 我以为在那里的时候 刚才在那个西湖边硬漆漆的时候 感觉没有那么多人 当然走进来以后 你会发现人还是特别的多 然后每次到西湖呢 你看坐在这个长廊上吹吹风 然后发发呆 真的是挺舒服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边有个喝茶的地方 然后可以坐在这里悠闲的 喝喝茶 打个牌 然后发呆 真的也挺惬意的 哎 我很好奇啊 现在不是周末 不是节假之后 为什么人还是这么多 从我来杭州以来 其实从我来杭州以来 然后每次逛西湖 我真的就没有见过他的人 是特别少的 每次逛都是特别多的人 然后大家来逛的时候 没事的时候可以划一下小船 然后大家来逛的时候 然后我们顺着这条路一直往里面走 然后大概走有两公里吗 差不多 大概有两公里的路程 然后就可以到断桥 好 其实往那边看 那边 前面 其实那个 叫什么雷锋塔 是在 对 应该就在我手指的前面那个方位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雷锋塔 应该就是在这个 前面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方位应该是宝石山 对吧 对 对 我们会看到前面有个小塔 然后那个塔的话 它应该就是宝石山 主要是今天天气特别的好 然后就是 真的 今天天气不冷 好 那我们现在所踏上的这个位置就是断桥 右手边 右手边的这个有个塔 右手边这个就是宝石山 然后顺着下面河堤那个路 然后上去就可以抵达宝石山 哇 可以看一下 拍一下下面前面的 真的是今天人超多 而且今天是周二 有没有知道这个花叫什么花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花 但是真的现在生态真的挺漂亮的 刚刚逛完西湖 我们现在到了杭州的另一个景点 河坊街 那这边 那这边其实这个河坊玉街里面卖的这个杭州的特产这个丝绸比较多 两边 这个到处随处可见的 然后大家来的时候可以来逛一下 那这个就是很多景点都有的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回忆童年的那个感觉 卖的都是小时候的一些零食 从自然温暗和冷豹 让你远期间 然后你也一起签起来 那下这个烹飞 那个地方 就像一个圆巾 可以 那边 我很 这是 那 这个是叫椒圆满满大白菜 其实它就是猪皮 然后就是麻辣猪皮 然后里面搭配了那个防满石和那个白菜 吃起来会比较有嚼劲 然后带点辣辣的口感 然后还不错 脆皮鸡腿 然后它的外皮比较酥脆 然后搭配它这个 这个应该类似于泰国的那种甜辣酱 外皮比较酥脆 里面是鸡肉还是比较嫩的 然后搭配这个甜辣酱口感还不错 这个是对花糕 然后它上面散的这个应该是对花粉 这个比较糯 糯糯的 它这个不太甜 没有什么甜味 甜姜大白椒 哇这个肉真的超级鲜 然后呢它口感不嫩的 然后处理的非常干净 没有一点清味 哈喽我们今天的行程已经结束了 那今天逛了杭州比较著名的几个景点 然后又吃了比较经济实惠好吃的几个地方 那么杭州来说大部分的景点都是比较免费的 所以说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希望这期的视频能够帮助到你们 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评论订阅 那么我们下期上海见了 拜拜